手游酷玩 展开奇妙的大冒险 如意打败那些敌人 是我们的责任 现在我们正式来到游戏里面 在刚刚的游戏里头 我们得到了一个宝箱 这个宝箱可以为我们的人物进行升级 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人物已经升了两级 在升级之后会有些属性进行添加 这个是为我们的战斗增加些属性 我们要认真的添加一下 添加完之后 我们可以来到下一关 在下一关 这个NPC的指导下 我们会完成一些任务 看看这个任务会是什么 在接受完任务之后 我们可以继续战斗了 在这个庞大的增添里头 我们找到我们所需要打的怪物 现在上来之后就是一群狼啊 我们可以用盾牌进行格挡 格挡之后用这个剑进行穿刺 这样这一匹狼就会被我们打掉 在我们的前方是一个弓箭手 这样的话我们的盾牌就有它的用处了 用这个盾牌进行格挡 然后再用这个剑进行刺穿刺 它就直接倒地 倒地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NPC 它又有一个宝箱啊 我们把这个宝箱打开 就得到一些钻石 这样我们还可以进行次升级 成绩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三级 现在有三个点数 需要我们进行添加 添加之后 我们可以来到下一个场景 进行作战 在这场景 我们看到一个铁匠嘛 看来它是可以为我们的武器 还有装备进行升级 看看它能升级我们什么装备 好 现在可以升级这个盾牌 升级盾牌 我们的防御能力就会增加 这对我们是一个好处啊 盾牌升级完成 感觉非常完美啊 现在我这宝箱想进行升级 可是我们的金币是不够啊 这就需要我们在游戏里进行击打怪物 得到更多的金币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NPC 也是领取一些任务 现在来到下一关 在这一关 我们要多打一些怪物啊 这样会得到一些金币 金币得到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这把大剑进行升级 果然还是一个弓箭手 在我们一个盾机之下 它直接就被我们直接打掉了 来到这个NPC脚下 又给我们一个箱子 这箱子会给我们什么奖励 给了一个药瓶 还有一个钻石 这个奖励是非常丰厚啊 用这些奖励进行子升级 升级之后我们已经变成了4级啊 这个技术生长是非常快啊 升级之后 我们需要把这些属性全部加上 加完之后 感觉到我们的攻击力还是非常的强啊 现在看看我们又来到了下一个地点 这个地点就是一个魔法师这里 这个魔法师会教我们什么技能呢 在魔法师的引导下 我们可以为自己增加一些钥匙 这个钥匙如果合成之后 在战斗中我们可以进行使用 使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加到更多的血 现在我们继续战斗 来到这个NPC取下任务 就可以去战斗了 我们继续来到这片大森林 打这些个小怪物 注意我们的盾牌还有剑的运用 如果出现那个射箭的冰准 我们直接用盾牌进行格挡 这样对我们的血量下降 还是有一定的用处的 果然又出现了一个射箭的冰准 我们直接冲撞它 直接把它击飞 最后一波怪物 我们还是用这个盾牌 而且它的剑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我们直接一个冲撞把它击飞 这样我们就顺利过关 如果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可以为我们进行留言 留言后我们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